穿中山装骑自行车在上个世纪六零年代很普遍 但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底 如果穿成这样出门 肯定会被邻居们盯着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诈骗犯赵全一作案的时候 穿的就是这身行动 老百姓一听说有一个叫赵全一的 但为了国家挣扎二十万的财产 群青激愤的 人人争作民间警察 以时间满城争抓赵全一 群众的情绪高涨到什么程度呢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说当时有一个小学生 在上学的路上 看见了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叔叔 他觉得很像是大人们口中描述的 大坏蛋赵全一 于是他就一路跟踪 认认真真的跟着这个所谓的坏蛋一整天 最后连雪都没伤着 到后来证明这是个误会 地毯式的搜索 暂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专案组就把侦破重点 放在了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收据 公喊和介绍信这几张纸上 从这些物证上 警方又能解读什么信息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带我 我看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